不熟不食的10萬訂閱網聚 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前已經順利結束了 由於時間和地方有限 今次的台興我們是以私鬥認識進行 即是沒有公開或叫大家參加 不過大家放心 假如大家是想認識我的話 未來會有機會再搞一次飯局 和大家未見過的網友一起見面聊天吃飯 當日我們的玩法是玩Omakase 即是廚師法版 所有的日本食材都是由日本飛機空運直送過來的 當日參加飯局的人總共有18個 我們每人是收了港幣600元來做食材 可以說是一仙都沒有賺過 我可以大膽假設 如果以這些食物出街吃的話 600元分分鐘是吃不到 所以今集這條片會是一個網聚的花水 講下今次的網聚的事前事後 我們的準備功夫 做了些什麼 有些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 就會明白為何我們做18個人的Omakase 可以玩到我們脫光 做到氣都喘埋 好了 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去上一天 看看我們做了什麼準備功夫 在開始之前 要首先多謝這位高高大大 這麼英俊的Cyrus 他是將雲人物的老闆 現在賣刀 聽說以前是做日本師傅 在機緣口合之下 在網上認識到Cyrus 本身打算叫他來網聚吃東西 但誰知道最後竟然奴役了他一整晚 但我相信如果沒有他的幫忙 不要說18個人 8個人我都未必能做到 好了 我們介紹一下食物 其實有些要準備 有些不用準備 我們先講一些不用準備的 正所謂不時不食 即是不當做的 我們不會叫 剛才你看到的日本生蠔 全部都是真蠔 真蠔本身蠔味重 但在日本的不同海域 都有不同的質素 我們剛剛看到的真蠔 全部都是來自北海道 大小都有分 然後這群海膽 需要經過拍賣 當日第18名的北海道天賣島 由羽立水產出產的白海膽 海膽拍賣的價錢 每天都不同 這群海膽 沒有記錯都要2400元 這個時候我們先介紹一下 飛機魚 這件是來自靖江的堅魚籃 隻眼睛發光這一條 是大約1.5公斤的地金木雕 來自千葉縣 一條非常肥美的魚 然後這條很大條的 叫做深海池魚 古心 大家應該經常聽過 這條深海池魚 我們會打算做糧食 待會再說 然後是時令魚 包括這條很可愛的剝皮魚 然後後面的兩條小魚 看真一點 不是紅衣 它們叫做赤綠 是一些比較油份高的魚 我們開始之前 欣賞一下這條魚靜眼 有多漂亮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 總是覺得它們是大眼雞 其實就不一樣 我們在處理牠們之前 需要打輪 有些魚類可以直接打輪 有些魚類就要用刀 把輪的部分切走 甚至乎有些 你可以就這樣把皮拉走 不過這些魚種類就不算太多 其實當你打完魚輪之後 就可以做開頭開肚湯魚的動作 以下開頭開肚 由SIRUS 示範 更安全 一起看看 記得要用肚子的位置 都要刮 好了 打斜袋進去 這裡可以塞進去 這裡可以塞進去 然後翻過來 頭就脫掉了 肚子在屁股洞 屁股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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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向外面 一扯 整褲就出來了 還有一些髒的東西 切開它 就在這裡 帶蝦去 完成之後 就可以沖乾淨 起扭 由於剝皮魚有兩條 在我休息完屍之後 讓我示範一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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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像在叉 其實這個過程 都是把頭脫掉 然後慢慢在腩部 一邊撕 然後撕去魚背 整份東西 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今次體會到 除了打輪 戒輪 剝皮之後 起魚頭 或者去內撞 之後的起魚柳過程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大家在家裡 有足夠的工具 其實都可以做出來 等小弟有機會 再苦練幾次 未來一定有機會 可以分享多些開魚片 或者做刺身的片 給大家看一下 當我們完成所有的準備功夫 包括清洗、印乾之後 剩下的過程 其實就是起魚柳 起魚柳 剛才說過 做法大同小異 其實在兩邊開完皮 用刀慢慢隔進骨 之後 就可以輕易把魚柳起出來 起完出來 我們把中間的血骨去掉 然後拔骨 這條剝皮魚乾 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丟掉 拿回去 拿回去 整條魚 唯一用來吃的位置 基本上 這些東西是不嚴重的 膽 對 沒有爆的 你不能弄爆的 弄回去玩 大家聽不聽到 膽千萬不要爆 爆了就完蛋了 和我上次就不一樣 像我上次開魚的時候 爆的膽 我還可以沖洗 把肉片撕走 都可以用 但如果肝 是被膽弄髒了 尖污了 這個膽就不用用了 剩下的拔骨 過程 這麼艱辛的東西 讓我自己做 這個時候 Cyrus 把矛丹蝦 做這個叫昆布的熟成 由於矛丹蝦 是留下明天才用 這個做法 是可以令到矛丹蝦的蝦味 保存 而且可以先提醒 令到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 有機會接下來幾集 我都分享一下 不是太難 眼前這幾塊 就是吞拿魚的赤身 赤身的部分 全部會拿去做 江湖前的醬油漬 剩下的包括肩魚 肩魚首先要把腩骨去走 至於這個深海池魚 有一半會做火隻 另一半都會做 一些適當的熟成工序 剛才的魚頭 魚尾 魚骨 剛才買了蝦頭和蝦殼 全部會拿去打造魚湯 做Fedora的湯底 然後就是準備第二天 需要用的材料 包括蒜片 或者炸蒜 至於魚湯怎樣做 不便公開 當中的技巧 就是要慢慢用慢火 浸出一些味道 要準備的東西 準備完了 離開了 然後我們十八個小時後 再回來 這個時候 就是第二天的下午六點 這個時候 需要幫忙工作人員 全部都立起工具 開壇 包括 Osiris 和另外兩位網友 至於小弟有什麼做 就是要招呼網友 以及首先要開開 這個十萬訂閱的爛鬼牌 眼前這個 就是一個屬於大家 不熟不吃Cooking Room 的十萬訂閱的銀色獎牌 沒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是絕對不能夠有這個數字 至於客套的說話 留回Q&A再跟大家說 眼前這些 就是一些食用花 用來放在食物上做伴碟 這個時候大家都非常繁忙 處理一些最後需要處理的步驟 為了件事可以盡善盡美 生蠔洗乾淨之後 我們都會用刷擦乾淨 才會上碟 我和很多觀眾都一樣 吃法國生蠔 我都喜歡吃海水味 但日本生蠔本身的蠔味 都已經很重 為了令到味道突出一些 我們洗乾淨 將蠔脫殼之後 浸一浸冰水 令到表面的殼碎脫光 然後再上碟 為了放回趙忠對手出來 我也是幫忙開一下生蠔 這個時候 讓網友提供吃飲品 自便吧 今晚的其中一道菜 是一個清酒精鮑魚 今晚的鮑魚 全部都是由肯尼海鮮全數贊助 藉著這個機會 要多謝肯尼的鼎力支持 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想網購送貨 記得找他 鮑魚其實是早一日整定 老婆都有幫忙洗 幫忙拆乾 她都學到不少東西 其實不難做 最重要是乾醬千萬不要煮過龍 我們的準備功夫已經七七八八 人都已經到齊 這個時候就砌第一道菜 這個是頭盤 北海道真蠔 配搭Ponju的啫喱 Ponju是一個日本的醬料 上面灑了日本的蔥花 和一條花絲 然後掃了一些綠色一點點 是一些刨到非常幼細的柚子皮 這個時候 飯局正式開始 為了節省開支 我們沒有請任何人回來幫忙 全部都是自己有 有一個在MO 特意請假 給足錢來吃飯 由於人手短缺 當日都要拔他出來幫忙做事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要他給完六塊水 還要身碎身汗 整晚了 真的非常過意不去 唯有下次請他喝幾杯 當網友開始吃我們的第一道菜 同時我們已經準備 接下來兩三道菜的食物 這個就是剝皮魚 配上已經預先準備好的乾醬 綠色的是牙蔥 怎樣做法 我會有機會拍片給大家看 其實剝皮魚的肉 比其他魚的肉更容易處理 因為牠比較硬 之後的步驟就是片魚生 假如魚是不需要做任何的特別處理工作 例如是湯箱或是火石 魚柳的魚皮當然是要重新 至於赤六和另一條的地甘木 我們都要做火石的步驟 釋放魚油香味 提升口感 老實說 其實不一定是拖羅才叫肥 赤六也是一條非常肥美的魚仔 也不便宜 餐牌上的第二套 就是剝皮魚配上自己的乾醬 和火石的金木雕刺身 金木雕其實也有肥有瘦 假如魚不夠肥 火石它也沒有用 製成品就是這樣 場地所限 碟子未必真的太過美 所以很多部份都要用食用花來代替 叫做是頂著檔也要 為了加速的流程 第三套的食物已經準備 深海池魚兩食 一個是正常的刺身 一個叫做Tataki 拌了薑蔥冥荷和豉油 然後就是吞拿魚赤身的醬油漬 Sara 示範一下如何砌一碟 然後其餘那幾隻 被選中幫忙的網友 就跟著第一隻的方式 逐碟砌出來 當晚的碟如果是再漂亮一點 再多些花款的話 擺盤一定可以更加漂亮 我想說當晚幫忙的幾位 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 大家的默契都很重要 由頭到尾都沒有停過 口角當然有幾句 這套食物包括吞拿魚赤身的醬油漬 以及深海池魚的糧食 樣子就是這樣 當晚沒有空拍照 以及燈光的問題 不能拍得太漂亮 有很多照片都要網友傳給我 因為小弟當日都很忙 拿著機器走 好了 這套就是第四套 包括燒堅魚腩 火隻赤綠刺身 以及茅丹蝦的昆布漬 其實分享一些東西 茅丹蝦有些人都說過 如果想吃它的爽口彈牙的味道 新鮮剝殼即食當然是可以的 但有些人說想吃它的蝦味 想提升鮮味的話 昆布漬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到第五套 第五套就是清酒精鮑魚 配這個鮑魚乾醬 為了放Syrus對手出來 當晚切鮑魚的動作 這些神聖的東西 都是留給我做 然後Syrus就幫忙拌鮑魚 當日實在太忙 避免脫掉的情況 我們都是預先把鮑魚混合在乾醬裡面 然後把僅餘的食用花 想辦法放在食物上面 碟上有一個預留的空間 就是讓我們放海膽上去 這個時候 讓我略略介紹一下海膽 這是當晚Omakase其中一個主角 羽立水產在日本是一個品牌 假如各位觀眾裡面有行外人 這個牌子的海膽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在沒有添加或防腐勢的情況下 都沒有出現出水的情況 這是絕對不能跟市面上買到的海膽比較 絕對不能給的東西 不過吃的時候有什麼好味呢 除了鮮甜香之外 還有一個回味甘香的感覺 就是After taste 這兩千多元的海膽 每人有三至四片 其實都很足本 日本類別的主菜差不多完結 各位吃完所謂的生冷食物之後 是時候吃點熱食物 煎這一塊出煙的 是來自紅本的和牛肉眼 煎的時候 不斷滲油出來 由於這塊牛扒 是會做分享的食物 即是說不是一人一塊 在沒有諮詢各位要求的情況下 我們選擇做Medium Rare 有什麼不對勁 我再煎熟一點給你 煎出來的情況 大家應該會分辨 吃牛扒 不少得的 當然要喝紅酒 最後就是這個海鮮 Fedor 為了不要浪費食物 湯底是用回魚頭魚骨 煮的時候再加到短意粉 然後再焗出來 所以這個意粉的味道 絕對不能輸 非常甜 而且非常香 湯底界有剩 所以我都打包了大家帶走 然後到最後有這個課程 解釋一下牛肉的部位 其實是什麼位置 教大家如何買牛扒 至於甜品 當晚有三款不同果味的自家製蛋糕 還有香印巨峰提子各一 這樣就總結了 沒有的了 每人600元 有這麼多食物 有這樣的質素 其實老實說 真的不算貴 假如用同樣的食物出街吃 有裝修環境服務 我想1200元一個頭 絕對不過份 千萬不要忘記 這些食物背後 有多少人做過 有多少工夫時間放在裡面 所以其實出街吃 我媽咖善 1000多元一個人 公道一點說 其實很值得 日本優質食材 其實是很貴的事 千萬不要走去 跟任何一間連鎖店的食物掛勾 他用什麼貨 相信行內人都很明白 然後在這裡 我要多謝 這麼多位 當日幫忙 勞虎公高的網友 沒有你們的幫忙 當晚的我媽咖善 不要說18個人 8個人都未必可以做得到 實在有太多細節位 是沒有想到 想不到這件事可以做得這麼複雜 但是又反過來 假如是沒有人參加 少人參加的話 當日又怎會這麼辛苦 所以也很感謝當晚出席的網友 沒有你們的支持 當晚又怎會搞得成呢 各位未見過我 或是未參加過網聚的網友 不要緊的 因為其實以往的網聚 通常都是私鬥形式 很少公開出去見人 不要緊 我們有機會出街吃飯 嘗嘗嘗嘗嘗 邀請大家 看看到時 有沒有機會見到大家一起玩 本頻道一路成長一路改善 有些什麼還未能改善 希望未來都可以做得更好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網友 麻煩你訂閱頻道 讚好 我們下次再分享一下 有些什麼食物 煮一下什麼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